是的主播 一架六口被困在飛機上 光是英國一度就有500架次航班取消 連鎖效應下同樣衝擊到歐洲飛航 預估未來幾天空中交通還會持續混亂 恐怕還有數千航班受到影響 航空公司正盡力收拾殘局 但像這樣的技術性故障相當罕見 上一次英國發生類似航空問題 已經是2014年 航空交通服務公司營運總監 向受到影響的大批旅客致見 並承諾會徹底調查系統故障原因 以上是最新交習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